外来种绿猎蜥入侵台湾花莲的七角川西 最近民众发现一只活体绿猎蜥 县府接获通报和当地部落头目阳光福合作来捕捉 是花莲近年来捕获绿猎蜥活体首例 县府农业处表示说目前只有零星个案通报 如果发现建立野外族群要宁地移除计划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保龄科 昨日获报在七角川西有绿猎蜥的献中 花莲县政府与专业的猎蜥达人 小台东部落头目阳光福联手捕获 花莲县政府借到民众通报 后来在吉安西的河床上捕获绿猎蜥性成体一只 那这是近两三年 花莲第一次捕捉到野外的绿猎蜥个体 那县府这边呼吁民众 如果有发现绿猎蜥的踪影的话 请不要自行移除 请打县府1999通报专线 让县府派专人过去处理 是一只已成年的母绿猎蜥 捕获之后自然死亡 而猎蜥的猎人杨光福指出 猎蜥到的绿猎蜥以113公分长度 在此生存约有三年的时间 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长到如此庞大 但是是否有群聚的生态 还必须做观察 我在想怎么可能会有绿猎蜥呢 我是这么想 因为花莲那么冷 怎么可能会有绿猎蜥 后来我过去的时候 果真的 那次已经有三年大了 有三年的时间 才会有到三千多 已经达到113公分的 那么长的一个长度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表示 目前释养绿猎蜥必须登记备查 未经主管机关同意不得繁殖 花莲县近几年曾有 零星绿猎蜥个体通报 但尚未形成野外族群 若已发现有建立野外族群 将一定计划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